自1970年举行第一个地球日以来,40多年过去了,仍有很多有关地球的谜题等待解答,一下盘点了有关地球的八大未解之谜。 水同河而来,科学家们认为45亿年前地球是快干大的岩石,那么最重要的化学物质水是如何而来的? 这很可能是拜一个星际传递系统所赐,40亿年前,一场非常巨大的撞击,地球很可能被一颗多冰的小行星撞击。 在这个名为晚期重大撞击事件,Late Heavy Environment的过程中,地球重新补充了它的蓄水池,然而地球上水的开始仍是个谜,因为那个时期的延时证据非常稀缺。 地球核心是什么?地球核心是什么?地球的核心一直让作家和科学家们着迷不已。 曾几何时科学家认为已经解开了地球核心组成成分之谜,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是这样的,科学家测量了地球重要矿物质的原有平衡, 结果发现了一些成分的缺失,科学家们推测地壳里缺少的铁盒面肯定位于地心,然而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引力测量,表明这一推断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地心太轻朗。 现在,研究人员仍在推测哪一种元素,或可以解释地球地心密度的不足。 此外,地球磁场的焦距性逆转也让科学家们愧过不已。 地球磁场是由外合流动的液态铁产生的,月球如何产生? 月球如何产生月球的产生是否源于地球和一颗火星大小的圆形星之间实施般的碰撞? 科学家们并未对这一巨型碰撞理论进行普遍审查,因为其中一些细节尚未正实未真,例如,地球和月球的化学组成成分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正暗示了月球其实来源于地球,而非一次单独的撞击所致。 然而其他模型表明,快速旋转的年轻地球在撞击过程中可能喷射了大量的熔岩,从而形成了化学组成成分相似的月球。 生命从何而来?生命是在地球上酝酿的,还是起源星际空间由隐石传递至地球的? 在小行星内部的病例和地球上某些极端环境里,都发现了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N-基酸和维生素,查明这些基本组成部分是如何形成生命的,是当代生物学最大的谜题之一。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并未发现地球上第一批生命很可能是原始的,咀嚼原石的细菌,在直接化石证据,氧气从何而来?生命的存在多亏了蓝藻细菌,这种微生物彻底地改变了地球大气层。 他们将氧气以废物的形式排放,使得24亿年前地球大气层里首次充满了氧气,然而原始证据表明,在过去的30亿年间,氧气水平如果山车式的急速增加和减少,直到5.41亿年前含5G才逐渐稳定下来,细菌才是地球大气层里氧气的贡献者,亦或者还存在别的影响因素。 理解富含氧气的大气层是如何形成的试解力地球生命发展历史的关键因素,氧气从何而来? 含5G大爆发是如何发生的? 40亿年前含5G复杂生命的出现,标志着地球历史独特的转折点。 在那个时期,地球上忽然出现了有大脑、窃管、眼睛和心脏的动物,它们进化处绿之快超过任何已知的行星时期。 含5G大爆发之前氧气含量的增加,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释。 但是其他的因素也可以解释复杂生命的积分,例如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军备竞赛。 含5G大爆发是如何发生的?